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没有听过 宇宙其实是一个 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个星球就像一个 拿着窗的猎人一样 在森林里面一步一惊心 万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标 就只有死路一篇 欢迎登入 黑森林 渺渺惊心 杀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节目内容 涉及成人及惊吓情节 奉献一句 中门大开 小心神入 欢迎大家来到黑森林 这个节目 今晚是6月8号 我都要看一看 为什么我怕自己坐 最近我这些时间 我的概念有点乱 为什么呢 因为整天都日夜颠倒 又做黑森林 自己的工作又忙 所以我是乱得七彩 有得忙就好 有得忙就有东西 今晚有我的阿姆 也有两只鬼 葛太祖和鬼姑王 另外我今晚有嘉宾 劉里瑞你好 大家好 今晚我们会续之前 讲过的一个话题 讲了两集 今晚会继续跟大家讲 一些惊吓电影 对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集呢 是不是因为真的 很多这些电影 没有讲到呢 我想一来 二来就 我想惊吓电影 会容易和我们的听众有互动 没有灵意经历的朋友 都会看鬼片 惊吓电影的定义 是什么呢 我知道不是一定是鬼片 一定是鬼的 是不是会很阔 其实我接到这个题目 我在想惊吓电影 如何是惊吓电影 有时候我看这些卡通片 我觉得很惊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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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一集 驚嚇的动画 我还没讲的 之前那集 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如果有时间 容许 我也想讲 有些驚嚇的动画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 可以讲到这么多集 一定有它的原因 如果不然 为什么可以开几集 来讲 但是我最主要想 因为刚才我来讲 卡通片 有些片和神神怪怪 鬼也有关 灾难片也算是 算不算是 灾难片也算是 你在看你会害怕 会紧张 会紧张 今晚我准备了 灾难片要讲 灾难片 隨便说一下 有些大家看过 最经典的那几套 五米火就是水的 通常都是灾难片 那些片 会令到人 有紧张的气氛 另外有一些 爛少少的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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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令到你们觉得害怕的电影 就为之经律电影 对不对 对 如果那部电影拍得很难 你怕得 都不知道是否是戏 这些是不是经律电影 我觉得这个不是经律 这个是憤怒电影 对 就等于之前我说过 午夜零月六样 到最后 你是想拿戒刀 这么刑重 真的想拿戒刀 我看过一部 我认为是经律片的电影 其实大家都说这部是艺术片 但我觉得是经律片 这部电影叫做 天地一沙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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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文艺片 我觉得这部是经律片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部电影 有没有听过电影 有没有听过电影 知道那部电影是说什么的 不知道 说着海欧 对 这部电影是很厉害的 由入场到浪场 都拍着海欧飞 对 Jonathan 有没有听过电影 这部电影 足不足 这部电影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很低成本 很低成本 但这部电影 通常艺术成就很高 是的 这部电影很出名 因为想像空间很阔 你容许一个评审团 用一个最大的想像空间去想像 哦 其实我们看电影 我最喜欢在电影里 触摸導演的心 究竟導演想表达什么 有时候我看完电影 我跟人说 那部电影是想表达什么 我说完一段时间 人家就说 我看不出 究竟是我的人厉害 还是我亂猜 究竟是自己的程度太高 是 还是人家的程度太低 是的 没错 反过来 人家高到看不到 有些电影 你不同年龄去看 其实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也觉得是 之前 跟另外一些主持谈 我有想过说空笑 但有部分主持跟我说 不怕的 是的 他们当是笑片 是的 有些人 我看什么 我看午夜空灵 每个人很害怕 精子在电视台上爬出来 我就在笑 你爬得慢 找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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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会这样想 其实网上有些恶搞 那些漫画 不是就是拿去玩 精子出现 如何对付呢 其中一个就是把电视机 搬到露台那边 找到露台那边 是呀 很厉害 或者放在厕所旁边 他一爬出来 就冲刺 就冲刺 搞定 这一招 最大的败笔 我认为 他爬出来太久了 是的 你可以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 他那个镜头 完全跟蒙面春人变身是一样的 基本上那些敌人可以走过去拍他 是没问题的 所以港产片 就用过很多次这一招 去戏房 去笑他 周星馳那些都用过 所以电影就很有趣 明明就是 一种叫做惊吓 想着惊吓你的 但是呢 大家在不同角度去看 看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 是不同了 完全看不到惊吓的环节 你看到另一样东西 但人家的导演很有心 拍这些东西 你又不可以说他不是弄过 他是弄过的 但是他弄不正你那条 那条筋 而且我觉得不同民族 对电影的节奏要求也有些不同 日本人相对来说 耐性比香港人慢一点 是的 他接受程度比较高一点 而且一样东西很重要 重要得非常之重要 我常常鼓励一人 中之中 鼓励一人是入场看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说了 精子爬出来的那些 如果你在电影院里面看 你会感受到那种害怕的气氛 那种压迫力 但如果你在家里 开一张碟出来看 我告诉你 你一定不会害怕他笑 你真的会拿着拖鞋 等他爬出来拍 是的 没错 入场的气氛 就会给到你的感觉不同 你知道现在的音响这么漂亮 5.1 没错 当然了 至于什么电影 入场看什么电影 你们也是在家里看 有你们自己的尺度 还有这样 我想在家里看电影 即是回到家的电影院 看DVD 或者看Blu-ray 和在电影院看是两个东西 设定是不同的 说起这件事 其实你们是喜欢在电影院看电影多 还是在家里看电影多 尤其是看恐怖片 恐怖片来说 我两个都喜欢 在电影院看 始终你的屏幕大一点 和音响好一点 你会感受的气氛好一点 因为始终恐怖片 很多时候都很靠音响效果 但如果自己在家里看 我觉得其实 惊吓程度就更加高 为什么 怕的 你自己一个人看 你自己一个人看 对 是的 我他们有时候会认识大家看恐怖片 是的 OK 噢 不要说我自己不怕鬼 你自己自己本身就是 是的 我自己又不怕鬼 就是 无论你天边看 夜晚看 全街市场一起看 我都不太能感受得到 那种气氛 反而我看其他东西 可能会更加有 紧张的气氛 是的 我会投入 我会投入 觉得自己是其中一份子 例如一些逃亂或被災的情況 我會幻想自己是在電影裡有份 你是被影響到一定要去跑那個 沒錯 很緊張 有時候會說 哎呀死了 走不走我掉了 自己會很緊張 但關於恐怖電影鬼 我自己又沒有什麼習慣 究竟是跟什麼人一起看 我叫Roy在摸著下巴 因為他在戲院看應該會有點特別 跟別人不同的感受 我家裡不會有鬼片 即是恐怖片或鬼片 即是你沒有DVD的 沒有的 因為曾經試過買過一隻回去看過 那是他的好奇 即是你家裡的朋友好奇 好奇 一起看很煩 大家收音機旁邊要聽清楚 他家裡的朋友 他的朋友是什麼朋友 並非是 不是他真正的朋友 即是另一個空間的朋友 沒錯 並非是你認識有血有肉的朋友 大家就會投入知道Roy在說什麼 我想提一下 可能有些聽眾不知道 Roy是一個近乎天生有陰陽眼的人 他見到朋友已經見了三十多年了 一起住了二十多年了 同一間屋 所以你家裡不會有靈異片 那你自己在戲院看呢 戲院我也是喜歡戲院的 銀幕和音響 即是你的要求是一樣的 是的 但通常在戲院看都會發現 前面多了很多人坐在那裡 正常前面那兩排沒有人買的 你是不是專招那些七點半、九點半 最多人的時候 不是 上年有一套叫什麼 任達華那套叫 米的東西 米的東西 只是離譜到兩旁都站滿 這麼厲害 站位都站在一起 是 走廊都站在一起 我覺得有一個正 那你這件事要告訴任達華 你應該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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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導演說 那套戲是三個導演 任達華 泰迪羅賓另外就是給我 陳果 你告訴我 因為泰迪羅賓 他拍這套戲之前 他有跟我談過 關於見鬼的事情 他問我見鬼是怎樣的 那些鬼是怎樣的 那些吃東西 原來有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來自阿Woy 我跟他談一些意見 我跟他談了幾個小時 即是說現在我們看的 不是你的 票房的數字是不對的 沒有計算到朋友 沒有計算到朋友 但那些收音師是指的 我們照片而已 我們不管了 即是兌換港幣是多少 是嗎 問問聯交所 究竟有沒有這套數字 來到這裡 不如我們聽聽客戶的說話 然後回來繼續談 不可思議黨安 不可思議黨安 最近看到有一宗新聞 應該好像是今天 在西貢 就有大批的魚 整千上萬的魚 突然間跳上岸 那就擱淺 看到的人覺得非常震撼 而且那些魚 就死了之後 產生惡臭 出現了一個怪嚴像 有人在推測 其實會不會是甚麼兇兆呢 兩位怎麼看呢 你問我覺得是缺氧 因為天氣熱 天氣熱的時間 海水的含氧量相對會低 那麼低 那些魚不夠養的時間 而且因為天氣熱的時間 為什麼海水含氧量會低 因為有些棗類在海裡生長 棗類就會跟牠搶養 搶了養之後 在水裡的養份就潛低 自然就會引到大量的魚死亡 這個我認為是含氧的解釋 魚不會跳上岸 是浮上岸 因為牠已經死了 這隻是跳上岸 跳上岸 因為牠要呼氣 爭氣 但魚離開了水 其實不能呼氣 沒有人發的 牠要跳上岸 那一刻去翻動 牠沒有人發自制 因為牠根本沒有氣 牠要搏一搏 跳上岸 翻動那一刻 希望有氣帶回去 這是一個叫求生的本能 是一個自然現象 對 很自然的 但至於你說 我聽過說 如果有地震 也會跳上岸 這個也不奇怪 因為大家知道 因為地震發生 尤其是在水裡 它的感應力應該挺高 因為有一點動力 其實也很厲害 我講我自己 在地震的親身經歷 在香港 香港曾經發生過幾次 有人報告過 有地震 感應到地震 不是香港地震 我有兩次 一次就是 大家記得有一次 就是在台灣 有一次地震 那一次就是在台灣 和一個南海中間 台灣海峽的地方 有一個海底地震 那次我住在荃灣 我坐在電腦裡 握著麥克風 突然間 有人向前蹤一蹤 我自己懷疑是否自己 暈一暈 但我覺得像是地震 看一看燈有沒有在地震 沒有 但我看到有一個桿 是龜桿 那些水在那裏 就是那樣 受過壓力 這隻是證明的 這隻是 這個蟆的這麼厲害 就因為已經震了 但其實 在水裏的生物 尤其是魚 其實在還沒正式震之前 他已經感應到 所以他會跳 我覺得是完全不奇怪 其實不單是魚跳 其實在地震前 也應該有很多不同的 動物 動物會害怕 他們有一個Nature sense 可以感受到這些戰在海 我記得在文川地震之前 好像是那些甲櫃走出來 是的 這個聽過 是有人拍到的 甲櫃走出來 其實動物 尤其是這隻 大家知道 甲櫃住在地底的孔 那些地方 更加容易感受到 容易感受到 所以你說今次 那些魚在那裏跳 是不是有空笑 我就覺得天氣熱 我自己認為 我就是這樣看 其實香港曾經也試過 另一些情況 在中環的地方 應該是 五一兩年前 曾經試過 有一大群的魚 跳上碼頭 是 那一次 就是 後來 一些專家 估計 因為附近有大船 那些船 那些船 嚇到魚仔 彈起 那些魚 就彈起 那這次 會不會是另一種 人為因素 影響呢 不單是大船 其實大魚也會 其實大家 如果有釣魚習慣 都知道 如果見到有魚群 跳起 如果出了釣魚 即是附近會有大魚 因為大魚流行 那些小魚 就是把小魚趕在一堆 噢 然後把大魚趕在一堆 趕在一堆 那些魚 或者逃避的時間 會擠迫一堆 就會向水面跳出來 所以 就知道那些地方 會有大魚 所以 這就是 剛才的情況 你說你在維港 是不是維港 那是中環 中環 可能有些大魚進來 也不奇怪 會嚇到魚仔 跳上來 其實 其實鯊魚也會有一種 遺暴的方式 是 即是說 如果真的有個哥斯拉經過 應該那些魚周圍走 會 可能會飛出來 其實不只是魚 因為我在網上 看到有一些 叫做 我不知道 叫做 叫做什麼 又不是屍 叫做徵兆 就說 如果有地震發生 有什麼徵兆 這些是很公正的 一句句 我試試讀出來 給大家聽聽 牛馬雷羊 不進圈 什麼叫不進圈 因為這些都是加速 牠們的牧民 會養牠在木圈裡 這樣牠們不肯回到圈裡 豬不吃吃狗亂肺 鴨不下水 岸上鬧 雞飛上樹 高升叫 雞飛上樹高飛叫 比較特別 因為雞是有翼的 但平時他們是不會飛 平時不會飛 是逃走才會飛 我們留意一下 飛上樹高飛叫 其實這真是一個 像是空少 另外 冰天雪地蛇出洞 這個真是難搞 正常是冬眠的 冬眠的 老鼠痴呆搬家圖 看到老鼠走出來 另外就是 兔子樹耳 崩幼狀 即是說 兔子全部凸起 將耳朵豎起 然後亂跳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即是明顯是要檢查 然後有手機 沒錯 魚兒驚芳水面跳 剛才就是彈魚 沒錯 即是剛才所說的 還有一種就是 蜜蜂群蜆 鬧棍棍 即是一千上晚的蜜蜂都飛出來了 甲子驚飛不回巢 至於剛才說的蜜蜂群遷 鬧軍軍 我想起唐山大地震 這部電影裡 第一場戲有很多蜻蜓 有沒有印象 蜻蜓都飛出來了 多得很厲害 然後那一刻 唐山大地震 其實不只是蜜蜂 所有的蜚蜂 其實都會有這種本能 有這種本能 因為其實在文川地震 因為唐山大地震比較遠的事 比較遠的事 還有當年唐山大地震 就是科技沒有這麼先進 很多時候我們拿不到精準的數據 但是在文川地震裡 看到一件事 有人說出來 原來在地震前一晚 他們有一個水池 有一個水池有八萬立方米的水 都很大 八萬立方米 突然間在幾個小時之內 水池的水是不見了 本來是有十幾米深的水 那是一個人工的池 還是什麼 它寫的是一個池塘 直徑約100米 水深最深的地方是十米 平時看不到 突然間在地震前那天 在五個小時之內 那些池水就退了 無緣無故 不知為何都退了 就剩下兩尺深的池水 這兩尺深的池水 有幾條大魚 十多斤的大魚 就出來了 因為平時這些魚 是水底 在水底 當時的人都不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池塘會流水 還會流得這麼快 無緣無故 但這個其實有得解釋 因為地震通常是一個地形改變 令到地下水突然流失 沒錯 所以本身池連接了地下水 因為它流失了 令到水流走了 即是在正式地震發生前 其實地底已經有一個異動 令到它 我不要說它穿了洞 例如它扯開了某一部分的地下水 令到它的水流走了 那些魚 最初民村的人看到唐缸乾了 他們不是奇怪什麼 他們看到太多魚捉 他們只顧著捉魚 中國人 吃了先 沒錯 十多公斤的大魚 平時沒有機會捉到的大魚 現在就任你捉 就顧著捉魚 但是因為發生了大地震之後 然後大家才想起 咦? 原來之前那是異象 這是異象 還不懂得離開 所以這件事 如果大家看到異象 就要小心點 不要只顧著看 可能真的會有不同的效果 好 好了 回到今晚的主題 不過B4的主題之前 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拿出來研究一下 我知道了什麼 對 回到我們之前 不是這件 不是這件 你先說一下 我那件事 為何在室內 晚上有人戴著黑超 這件事很值得研究 我突然轉過來 為何你戴著黑超 我一直都是戴著黑超做節目 沒有 剛才兩年前 我是播出新聞 隨便拿來搞 剛才有沒有 剛才有 我一直都戴著 即是我失憶嗎 你沒有留意他 我覺得你沒有留意我 我已經留意了很久 我以為我失憶 好像王家衛來了做節目 我覺得這樣比較帥 只是純粹覺得比較帥 那你覺得 其實跟Roy有關 其實我最初都不知道 我也是剛才臨離之前 我約了Roy吃飯 跟他聊天 我才知道 原來Roy最近經歷一些 我們之前說過失魂的題目 原來他正在經歷 他一個星期前 不小心 就在馬路外面 他為何會出這條馬路 他也不記得 被車封鎖 然後他一刻 躺在地上 然後他有些東西 是忘記了 那些我留給Roy自己說 OK 是啊 當時 其實已經斷了片 當日發生什麼事 我忘記了 即是當日發生的事 你也忘記了嗎 忘記了 剛好有一架4Wang來到 那一刻 那一刻 應該是以為自己死了 即是你以為自己死了 是啊 然後斷了片 忘記了發生什麼事 加了多久 又是不知道 總之 有個圖人 扶起我 走到一邊 我就坐在那裡 然後你除了那天 的東西 忘記了 你還有什麼 你忘記了 是啊 跟著我同事 和朋友聊天 原來發現 忘記了我現任的女朋友 其實這些是否是棄策 是完全 我告訴你 這些棄策 我又可以出門 你想斷人就斷人 告訴你 是完全忘記了 但我跟他接觸 其實短短 一兩個月前 他在我面前 即是當時的女朋友 不在那裡 讚得他這個女朋友很厲害 我又不覺得他想這麼快 飛進去 很難說的 所以你忘記了這件事 連說話也忘記了 然後又忘記了我的前妻 完全忘記了有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在你記憶中消失了 然後20年前 一個泰國的女朋友 又忘記了 你只是忘記了女朋友 前妻和女朋友 其他事情就沒有 不是的 但我都不只拍過幾次拖 其他女朋友 我是記得的 只是不記得這三個 對 只是不記得這三個人物 但你當時有沒有入院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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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是 我是嚇到的 還是什麼 我不敢肯定 但我有知覺的時候 我是行到性 即是你不覺得自己有外傷 沒有的 擦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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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出奇了 你不記得那三個 都不是女朋友 就是前妻 但你剛才一坐下 你忘記了我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又不是你前妻 為什麼你會忘記我呢 可能你有特別的感覺 不是吧 剛才吃飯的時候 我都要看一看 看清楚 因為我是要看到那個人 因為這件事發生之後 這件事發生之後 很多朋友嫁見人問我 喂 知道我誰啊 然後我說 不知道 即是那件事 但直至他出現在我的店舖 或者是 約了吃飯之後 見到面 聊天之後 慢慢慢慢 我又會召回記憶出來 那有沒有看醫生 有 有 醫生有沒有看 其實他就說 他就說 其實基本上 這是很短暫的失憶 是 應該一個星期內 會慢慢慢慢回復正常 但現在一個星期了 都是不太記得 夢境算不算 夢境不算 總之我多給你一個星期時間 你今個星期不好 你星期五來看黃醫生 下個星期五黃醫生回來 下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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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黃醫生檢查你 我給你一點時間 如果還沒好就見黃醫生 其實出了這些 妖妖妖女 我還不太高 我想有不少的朋友 可能都對這個 所謂失憶的方法很有興趣 怎樣可以令自己失憶 很多朋友 我第一時間打電話 跟我聊天 說實話怎樣失憶 他都很想知道怎樣失憶 其實很多導演或編劇 聽完你講之後 可能會用你的故事 寫一個劇本 這裏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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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一個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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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其實他在報局 要殺她的女朋友 要來拿保險 那他才會令到 有 他就有 不是保險 即是聊天吃飯 我有個 有個女性朋友 問他會不會 跟他吵架 推著他出馬路 因為他失蹤了 整個星期 即是你現在還沒找回那個女朋友 是剛剛聯絡 其實這條是計中計 編劇聽著 他女朋友打算推他出馬路 拿保險金 其實他是明知的 那輛車是他安排的 然後他自己 被車撞到 又失憶 然後反過來 去殺他女朋友 拿保險金 這條招式很絕 即是他倆互相簽了保險 對 健康就是受益 沒錯 但這條招式就不要穿著 一直以為是女朋友 報局推他出去 那他應該要殺了女朋友 才可以假裝失憶 沒有殺到 他一直假裝失憶 然後到後來想說 殺了女朋友 他女朋友死了 拿保險金 他還是會失憶 其實一直假裝 我要重申 就是沒有買保險 大家都沒有買保險 我叫編劇想到這個招式 其實你有印象中 你有沒有類似經歷電影 是這樣的情況 有啊 之前我們提過一套 就是 Before I go to sleep 即是 中文是叫什麼 糟糕 我突然失憶 不重要 中文是什麼 就是Niko Kimman做的 尼哥傑慢 尼哥傑慢 即是Tom Cruise的前妻 都是說他類似遇到一個意外 然後他失憶 他就忘記他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但當時他先生一直陪著他 幫他度過很多事情 但其實原來他失憶的事情 就是因為那個所謂的先生 其實不是真的他的先生 而是他的情人 就是因為他要跟這個情人分手 結果那個情人就打到他傷了 然後他失憶 那經歷位在哪裡 沒有經歷的 有經歷位 有經歷位 因為觀眾看的時候 以為那個是他的先生 沒有想過原來是他的情婦 就是去到某個位置才發現 原來那個根本就不是他的先生 我再報告一下 中文名叫做別相信任何人 別相信任何人 但都未能貼入我們今晚這個題 我們要講一些驚心的電影 我們要驚心一點 是不是已經有一套很驚心的 有啊 我找了一套我自己很喜歡近期的電影 就叫做The Contrary 台灣就譯作禮音宅 香港就譯作鬼屋驚空十六 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啊 我沒有 你有看過 因為這套戲為何我這麼喜歡 就是因為他的導演叫做James Wann 即是溫子仁 如果近期大家有留意了一套叫做 狂野時速七 他就是那套戲的導演 本身因為他自己是拍開經歷電影出身 即是如果你能說出來 譬如Shaw 即是奪雲巨 奪雲巨 好像奪雲巨 他本身也是一個編劇和導演 他也拍了很多一套經歷片 還有一套譬如說 Insidious 應該是譯作移魂記 即是說 是說爸爸靈魂出竅 去找回兒子的靈魂 那跟他出體談 有沒有關係 應該都有 我想下一次做的時間 找他出體談 這套也很有名 而他近期就是這套 就是在美國的票房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爛番茄裡面的指數 高達85%的信息 大家如果有看開電影 都知道什麼叫爛番茄指數 就是美國一些網民去比 如果爛番茄指數越高 即是說他的電影越好看 越低的話即是他越爛 所以網民都票算這套 是一套精彩的電影 精彩的地方在哪裡 原因就是 他真的有一個真人真事去改編 就是關於什麼 關於一對華倫夫婦 華倫夫婦 其實就是 他們本身是 一對夫婦 就是他們 他們是教廷唯一認可的驅魔人 而他們不是神職人員 即是非神職人員 但教廷認可他們 有驅魔的能力 而他們本身是 處理一些所謂的靈異事件 已經處理過千宗 專家 而他們本身是華倫太太 他們本身有天生的陰陽眼 即是可以看到靈體 即是有歪 而他們本身也用一些很科學的方法 首先他們會證明那個地方有靈體 然後就會向教廷申請 找牧師或神父 以及他們一起做一些驅魔儀式 所以他們是一個很標準的 他們會證明那個地方有靈異事件 然後再去找教廷申請他們 去處理那件事 拿一個申請 對 拿申請 這個故事很精彩 就是因為他本身 那對夫婦 即是跟這件事有關的夫婦 就是他有五個子女 而後來他們大了之後 他們都出了一本書 講述他們那次的經歷 是一個完全真人真事的 即是悲想的真人真事去寫的 一個電影劇本 我自己比較喜歡 因為他的故事裡面 詳細內容我不講 因為大家可以去看 自己去看 但他把所謂的撞鬼的經歷 是很有層次地寫出來的 舉個例子 通常遇到一些有靈異物體的地方 第一個感覺通常會有什麼 通常第一個感覺會有什麼 會感覺到有些東西在附近的感覺 第二個有聲音或風之類的東西 類似的 其實他們一進去房間的時候 他們感覺到溫度是異常的 是低一點的 明明沒有開冷氣 但那間房子就很冷 很涼 你給我我很喜歡的 這裡的溫度也異常低 這裡有開冷氣 還有就是 經常他的子女 感覺到那間房子有人走來走去 覺得有些第三者 還有很特別的是 他們的鐘每晚到三點零七分 就全部都停了 全部都停了 不動的 那些鐘會 還有就是試過 他們的全家福的照片 又是去到那個時候 就一次過全部都掉下來 就出現了很多靈異的異象 我就未遇過的照片 或者是一個鐘會停的 但你好像遇過 你上下隔床的東西被人吊位 全部都掉下來 全部都掉下來 還有就是 他的故事裡面 其中有一部分我挺喜歡 就是媽媽跟小朋友 玩類似 我們所謂的 櫃蕾蕾 即是high and seat 但他就是說 小朋友還在一起之後 就會拍手掌 即是讓媽媽去找她的位置 那場很精彩 就是媽媽一直去找 但其實她聽到 有幾個不同的地方拍手掌 一些奇怪的聲音 對 應該有位置的聲音 對 於是她去到一個地下室 她進去的時候 門突然關掉 她就把火柴點著 但突然有人在她耳朵旁拍了一下手掌 整套戲裡面 全長一個很大的經歷位 我當時的戲院看 那些人很害怕 其實這套戲 你會看到的鬼樣鏡頭 這一段是最害怕的 鬼樣鏡頭是這一段之後才會出現 所以這個導演很聰明的地方 就是她一開始的時候 鋪排和氣氛做得很好 就不是靠CG特技去嚇你 反而你看到鬼樣就好像阿武這樣說 在電影很後期的時候 你開始看到鬼樣 你才會看到的 最後才看到鬼樣 開頭的時候你是看不到的 就算是被你見到很少的東西 可能是看到雙腳 看到雙手 你不會因為那樣的東西害怕 你不會因為那樣的東西嚇到 但那個氣氛的營造 就令你很投入 你會害怕 一邊看的時候會心寒 我自己很喜歡 她對於人 當她受靈體侵擾的時候 她有不同的時期 一開始就是聲音 然後就可能物件的移動 就是你家裡有些物件移動 飛來飛去 到最後一點 就是你會發現你身體上 有一些瘀痕 而那些瘀痕是不痕不痛的 但你是無緣無故在身體某些部位出現 會越來越嚴重 那些瘀痕會越來越多 到最後就是 去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隻靈體就可以上你身 去occupy你的身體 在她裡面也是說了這一樣東西 奪蛇 其實跟我接觸的靈異世界 其實是很相似的 都是有不同的程序 你接觸過個個案 第二個點是 東西飛來飛去那裡 我覺得電影效果比較多 因為我自己接觸的 關於靈體的個案 很少聽到東西飛來飛去 跌倒又會有些東西 例如一瓶水突然突然掉進桌子 但東西飛去就覺得很電影效果 我覺得很誇張 飛來飛去 例如整張桌子上面的碟 是掃在地上 這些東西突然被人掃走 被相片一次過全部掉下來 我接觸過一些個案 其實是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多謝這一套 這一套電影其實是值得去看的 值得完全值得去看的 大家買DVD也好 或者有其他一套電影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聊 我們先看 回來我們繼續講 驚心電影 剛才講過一套 然後我也想跟Roy聊一下 你好像有一套 跟你的經歷很接近 是呀 見鬼 見鬼 彭氏兄弟 這套經典 這套經典 我進去戲院看那套 港產片 最深刻印象 和和我見鬼的模式 很接近 你覺得他很真實 很真實 怎樣真實化 認識我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甚少認識燒蠟 燒蠟 燒蠟 因為我很多時候 尤其是七月節 那些時間 農曆的鬼節 經過燒蠟舖 通常都會見到 有些靈體會站在那裡 真的舔叉燒 他們真的舔叉燒 還是索 他不是舔叉燒 我看到那些情況 就是在那裡 站在那裡 對著那個 比如說 掛了一塊燒肉 通常就看他站在那裡 因為現在那些 通常是隔著玻璃 對 他隔著玻璃在那裡 紋 那些 那些 但以前還沒有玻璃的年代 你見到他們是怎樣的 再之前那些 是索的 即是你覺得 他是鼻子在那裡 紋 是啊 看見他們是很熟 所以 我就不太敢吃燒蠟 如果真的去燒蠟舖 人口碎尾 曾經試過有一次 約一個朋友去吃東西 他就說 在國國 我心想我不吃 不要緊 他去到 然後 叫了很多東西 然後 叫燒蠟 當時我幾好是 然後我見到 有隻靈體站在燒蠟旁 然後我就說 不要燒蠟 要遊街 我不知道他跟我玩 還是什麼 因為我每叫一羊燒尾 他就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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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你見到他 是啊 應該是見到的 然後 我就問我朋友 有什麼好吃 吃分題 分題放在雪櫃 從此 從此去燒蠟舖 我通常吃分題多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也要考慮一下 下次轉吃分題 除了燒美 他們拍的奶叉燒之外 搭電梯 搭電梯 那場是經典 在劍鬼裡面 是最嚇人的那場 我想告訴大家 基本上是站在那裡 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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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當時的一幕 是很明顯的 但我大部份見到 每個人的 都在餘七八成 都是 低頭 就是背著我們 即是面子轉轉 對 向著角頭 在角頭位 通常是這樣的情況 對 有些朋友都跟我說過 通常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是 兜口兜面 真的見到 也有 但比較少一些 因為曾經試過 有一次 我以前住在黃國 花園街 我住二樓 要搭電梯 試過有一次 半夜 下街買宵夜 按電梯 立刻開電梯 當時有個女孩子 站在那裡 很清晰 是一個小女孩 大概十人歲 我沒有懷疑 進了電梯 按門鈕 一開電梯 她一開電梯 已經站在那裡 然後我沒有辦法出去 出去 然後我就很好奇 看回頭 咦? 怎麼沒有人 當時都沒有為意 買完宵夜回來 然後我就 等 當時 那個電梯上面 掛著那部電視機 閉路電視機 然後 等電梯來到 我在電梯裡面 又是見到她 即是你看到閉路電視 你見到她 當然看不到她 當時是急腦 然後一開電梯 就不見了人 即是沒有人 那一刻我就意識到 因為我想起那個電梯 應該是 她不用的時候 停在技巧或頂樓 不可能一按馬上開電梯 不可能停在那一層 等我的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 OK 但如果你說好像 在電影中 她的情況是 阿伯一步一步走去李心傑 旁邊 那個情境是很恐怖的 如果這樣 跟剛才的情況有點不同 你剛才只不過看見她的位置 通常是不動的 通常是不動的 很少可能拍戲 因為在電影中 她有一個氣氛 她形成出來是非常好的地方 她在電影中很害怕 李心傑衝出電影 衝出電影之後 她想著衝回家 她其實還未到的 然後經過樓梯 見到小孩跳樓 再嚇一嚇 然後回到插鎖匙時 插不到人緊張 一定插到咬 沒錯 她很緊張 開門 整個氣氛做得非常好 在這一段裏 所以拍這些電影 也有她的效果 我們要留意那些氣氛是營造的 有否聽過 宇宙其實是一個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個星球 就像一個拿著槍的獵人那樣 在森林裏面 一步一驚心 萬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只有死路一遍 死路一遍 歡迎登入 黑森林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節目內容 涉及聖人及驚嚇情節 奉勸一句 中門大開 小心殺人 繼續回來 黑森林 今晚的養我阿毛 又是鬼太座 鬼故王 還有我們的嘉賓劉里萊 接著我們講到什麼戲 接著就講一下 沒有回到上一年多 就不會知道我講什麼戲 真的 講開電影 又會暴露自己的年齡 沒錯 一部叫做死亡真面目 死亡真面目 阿毛聽過 聽過 當時現在是小學 所以沒看 鬼太座 我聽過 有聽過 我沒聽過 死亡真面目 其實是一部挺經典的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是專門記錄一些在死亡時拍到的東西 例如 你當作新聞片 但當時的新聞片 你知道大家很多東西不能播出 某一部份真的拍到死屍 他把它剪輯成為死亡真面目 死亡真面目 因為收得 當時不止一集 有幾集 還有一 二 三 對 一 二 三 其實我在下都看過了 因為我很喜歡看這些電影 你喜歡看真實的爆血 沒錯 也很噁心 是很噁心 雖然有些片是黑白的 但有些片到現在還叫做《溺溺在目》 我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也是小學生 為什麼你小學可以去看 為什麼可以入場看這些電影 當時還沒有三級制 是可以的 但通常都不讓小朋友去看這些電影 我也挺有興趣看的 我還記得我哥哥 剛剛看完醫生在觀塘 就叫我去銀刀戲院 看死亡真面目 然後我就去觀塘 那時候戲院門口也有食物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我買了烏魷魚 一邊看一邊吃 看完電影出來 我一邊遞給我哥哥 我哥哥沒有吃 然後出戲院的時候 我哥哥說 你有沒有人性 他這麼恐怖你還能吃得下東西 烏魷魚是要熱辣辣少好吃的 雖然我覺得是恐怖 但還未至於不能吃得下東西 那些人聽到恐怖化 恐怖到吃不下東西 我舉個例子 其中一場 就是講印度的火車出軌 火車出軌之後 當時出軌死了幾個人 也是Exactly幾個人 我忘記了 我鏡頭拍到周地都是死屍 我先強調 死亡真面目 不是一部戲劇 不是根據劇本拍的 沒錯 它是一個紀錄片 沒錯 它搜羅世界各地不同 拍到死亡的影片 放在一起 變成電影 那場是印度的火車出軌 救援人員去到現場 拍到那些過程 其中一幕 我是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有幾個拯救人員 就在火車那裡 其實火車已經翻側了 把那些人扯出來 其中一條絲 它是好像人家捲地毯一樣 捲地毯一樣 捲地毯一樣 你不是碎了 捲去不了 幹什麼 阿威 我不是很怕這些血腥 很怕這些血腥 我經常說 死了 死了 粉身 碎龜 什麼都好 我都不覺得恐怖 在我心目中最恐怖 並非是死人 是那些 嚴重受傷 未曾死去的人 我覺得最恐怖 在這部影片裏面 也有一個 我很深刻印象 是一個汽車維修員 即是有士巴拉防身 有士巴拉的那個 那些很合理的 應該是有士巴拉防身 他有一個汽車維修員 他織起了一輛車 他在維修汽車 誰知那個織就壞了 整輛車就扎下來 就扎著他的腳 然後整個鏡頭拍著 他抬起那輛車之後 他的腳 我想起了 我現在都有點想吐 血漿 他直接 是一堆東西 扎著 扎著他的腳 那個人 又不停地喊 他沒有暈倒 他不停地喊 那種殘酷 殘忍 這些 我覺得真的叫做 驚慮 震撼 整部電影都有很多這些 包括 其中一場 就是 有一個跳降落傘 大家都估計 如果你的降落傘 是開不了的 很多人最初時都會估計 其實他可能在半空中已經 暈了 或者嚇死了 或者氣壓已經太大令到他暈 但是整個鏡頭 是一踢過去拍著那個人 落到地之前 那一刻還在嘗試掙扎 摔山出來 然後就啪一聲 他有沒有爆開 因為他要拍照 因為他要拍照 整個過程 其實有一個距離 對 因為太近拍不完整個過程 有一個距離 拍照 他落地那一刻 都還在掙扎 想摔山 都是摔不到 那些人在死亡邊緣 那種感受 剛剛 昨天早上的新聞 還在說去年還是前年 是落屬的熱氣球 其實在死亡側面目 其中一場戲也是這樣 就是熱氣球著火 然後在籃子上面的人 就跳下來 那個驚心的場面 這個場面也令到我 叫做黑鬼命心 其實我很多東西敢玩 我真的不敢玩熱氣球 我去過很多地方 有熱氣球 我都不敢玩 因為我是看過死亡真面目 還有一場戲 也是很精彩的 就是當年大家知道 有一件事叫飛船 是呀 氫氣飛船 氫氣飛船 沒錯 沒錯 當年這些就是一個正常的 空中間的空工具 當年是最高科技的產品 沒錯 有飛機之前 對 剛才鬼泰祖說了 大家有沒有印象看到 那個氫氣球 不是那個名字 飛船 飛船 那一段真是殘忍 飛船飛了上去之後 然後氫氣著火 燒了飛船 接著 最慘的是 如果你燒了飛船 下的氫氣 跌下來 都還好地地 一件事 它在天上燒著了 連氫氣 它不是叫氫氣 是叫基倉 基倉也燒著了 然後大家是逃生無悶 救不了他們 是不能救的 那種絕望 是很痛苦 其實在死亡真面目 真的看到這些東西 是一場一場 為什麼我記了這麼多年 記了幾一年 小學到現在 不要開股幾一年 算了 你說的那段片 我也有看過 其實上youtube 這段是youtube有的 其實很多時候很奇怪 聖傳說 有史以來最大的飛船 有史以來永遠不會沉的船 總是在它第一次就會出事 處女行就是最後一次 每次都是 因為空仔這麼大隻 其實這些所謂處女行 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們還未曾熟習 掌陀那個 其實都沒什麼機會去練 可能他只是試過幾個小時 在這裏試飛 第一次航行 這一種感受 在死亡真面目裡很深 另一套 就是半紀錄片形式 也是我們那個年代才會認識的 就是叫做 人食人實錄 聽到實錄這個名字 這部電影很熟 人食人實錄 就是講食人族 這部電影其實是混合的 是混合的 是將紀錄片加上戲劇 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做了一部電影 有些鏡頭是真的 他們去到新紀內 或者去到漫方 拍到食人族 有些是假的 是電影情節 就堆在一起 一群人一起去露營 特意去這些地方去露營 然後被食人族捉了 配合他們拍到的 真的食人族的鏡頭 放進去 但真的食人族的鏡頭很少 但我最深刻印象 他們是模仿了食人族的東西出來 其實他們有一個鏡頭是真的 但之後他們做了一些假的 就模仿了 因為他們真的拍得很短 可能兩秒三秒 他們是偷雞拍的 但假的他們拍了很久 就是怎樣 其中一個露營團的女成員 被食人族捉了 捉了之後 隔了一天 他失蹤後 發現他在一條竹裡 被人綁住了 其實 嚴格來說 他不是叫綁住 大家吃過多春魚嗎 吃過 他是 插著 一條竹從口裡出來 一條竹插在地上 直立式插在地上 那條竹就由江門進入 從口裡出來 整隻竹插在地上 真的像用多春魚來形容 那個鏡頭 其實當時他們拍到 我想有兩秒鐘是真的 其他都是自己偽造 搏下去 但是 都很害怕 到現在 我都記得 這個叫驚心動魄 這些是活地獄的狀態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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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回來黑森林 輪到我說一下 我其實想跟大家說一套動畫 這套動畫 不是很久 都是大概四年前左右 但是這一套動畫 當然也有原著的漫畫 叫做寒蟬鳴一之時 嘩 什麼 什麼 真的有聽過 寒蟬是什麼 寒蟬 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夏天的一種昆蟲 因為他們說的故事 其實就是在夏天發生的 OK 那就是有一條村裡面 日本的環境 有一條村裡面 發生了一些命案 整條村的人後來是死光的 而他們陸陸陸陸陸陸的 村民死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死狀 而全民呢 就是他們有一件事叫神隱 就是那條村的神 或者是那些 那條村的守護者 是零 什麼都好 就發生了 出來搞搞陣 就是殺人 而這一套動畫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 其實是經過很多個 因為他用同一班人 全部都是小學生 那 每一次 因為他是有很多分段 而每一段都是同一班小學生 在同一個時間 但是不同的死法 就是同一班人 可能A今次殺B 用這個方法殺 那接著到 下一節的故事 就變成 重新開始 同一個時間 然後可能B殺了C 又用另一個方法殺 有可能是用刀 普通的殺法 去 怎麼說 引導警察開槍殺人 另外還有一些變態 可能是用刑具 用刑具去殺人 就是用很多種不同的畫 展示給你看 原來殺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嗯 他的鏡頭全部都是好聲 但是他的公仔就很可愛 嗯 用一些可愛的角色去殺人 就是這個 contrast 其實是 如果你在看這個動畫 其實你會感覺到心寒 嗯 當然了 這部動畫 其實到最後 一直在說的一件什麼事 是一個時空不斷輪迴的故事 嗯 因為在說的是 這條村裡的人 其實不斷在做選擇 因為這條村 是面對被遷冊 有新的成建商 要進來這條村去發展這條村 嗯 就是找方法 將 發展這條村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以及 進來村去發展的工人 嗯 去殺光 嗯 其實就是不斷地去 其實是因為這條村的那個所謂神 是不斷地希望這些人重新做過一些選擇 嗯 所以是不斷地產生 就是同一件事不斷在那裡輪迴 嗯 嗯 其實整體好像是兩季至三季的動畫 整個很長 整個六十幾集 對 很長 很長 幾個季節 幾長篇 幾長篇 哈哈 漫畫就是龍珠的那些 對 龍珠 那些有特別背景的 有原因的 但是這一套 因為它漫畫本身都是 我沒有記錯好像二十幾本 不是很長的 但是它動畫就已經做了三季四季 嗯 即是它動畫是比漫畫還要再長的 故事 不是 故事是一樣 一樣 一樣是這麼大份量的 嗯 但是就 應該說 動畫版就給了一個Happy End 哦 但是漫畫版不是的 哦 哈哈 不過你這樣說 我也想起我小時候看那些 日本的漫畫都很害怕 譬如Edan潤二那些 哦 Edan Edan潤二那些 那些真的很恐怖 全部都是 是令你會發惡夢的 看完之後 它直接用畫面去嚇你 是啊 有一套我的深印象叫魚 嗯 類似 我是看過一個 不知道什麼 冒村 哦 冒村 是啊 是啊 很害怕 因為它類似日本的都市傳說 是啊 將它寫回 發荒的故事 是啊 是令你看的時候很心驚 我看日本漫畫也好 動畫也好 令我真的有一種害怕的感覺 真的害怕 但反而不是一些經歷的動畫 或者漫畫 是一些很人性的東西 其中一套就叫Monster Monster 很經典 Monster得獎 大家知道 這裏拿獎 其實是真人真事改編 其實就是 他那種心魔 你也知道 那個主角叫約翰 他在官兒院長大 他也有希特拉的魅力 雖然他最初是被人訓練做殺手 但後來變成了一個精神領袖 在Monster裡面 其實很多令人心驚的位置 是什麼呢 那是人性的恐怖 他可以訓練到五一二孤兒院出來的那群人 他可以控制到怎樣 他要殺你 不用用刀 不用用槍 他走到你旁邊說兩句話 你就會跳樓跳樓死 你想想 這一種魔力是多恐怖 可不可以武器 不用帶我 在你旁邊說兩句話 阿牧你聽我說 你跳下去 你留在這裏幹什麼 你爸爸又不疼你 你媽媽又跟他走 帶完一輪 真是的 我身無可戀 真是死了 這一種力量 其實 我當時的題目是很深刻的 還有一件事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 雖然《Monster》的電影是誇大了 但這件事是真事來的 是真事來的 是真事來的 是假的 只不過是電影手法或者漫畫手法 將它誇大了一點 誇張了 而且最後那場戲 血洗奧地利的村 要清洗記憶 那場戲是真的 是由一張彩票 眾獎彩票 整條村互相仇殺 撕殺 對 整條村的人都死了 其實是約翰的陰謀 這件事就是 暴露了人性的醜惑 貪婪的一面出來 其實我覺得 怎樣說呢 這種真的很像Demon用的方法 Demon 如果在外國的 例如西方他們說 他不會真的 不會像幽靈一樣 他不會用刀用什麼去殺你 但他就會令到你去自殺 令到你有智慧 因為在西方的概念裡面 Demon Devil 就是那個級數 他們沒有直接影響 我們所謂物質界的能力 但他們有能力可以 所謂叫 迷惑了人類 然後人類自己作出錯誤的選擇 甚至乎自相殘殺 是的 或者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我很快講一講 接下來我想講一套 就是《Cycle》 作用驚心 可奮記 又是經典 很經典 就是那場獄失殺人氣 其實這個我也覺得有少許相似 跟Demon也有些關係 就像男主角一樣 因為他對他媽媽有戀母情意結 而且他從小到大都被他媽媽虐待 就令他有所謂不平衡的心理狀態 在故事裡面 因為我很印象很深 就是我小時候 我在讀小學的時候 在明珠台看的 是晚上的時間報的 我很記得 我看到浴室那場 我真的看到害怕到喊了出來 還要吵醒了家人 因為我沒有想過 原來有一套恐怖片 不是鬼都沒有 但純粹是講人性 就是講精神病 而令到你一邊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害怕 而且我沒有估計 那個男主角 原來就是兇手 你一直以為 背後他媽媽是未死的 而他媽媽就是兇手 但誰知道 最終結束後 他才是真正殺人那個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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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可以的 現在打來也可以 打來大家 如果大家有這些故事 你自己有經歷的當然歡迎你打電話來 不過我想回應一下 我們在Facebook上面 有位聽眾說 如果恐怖電影加上全院滿座 不知道會是甚麼感覺 哈哈 問你旁邊那個 正好問我們曾經見過這些環境的 Roy 我親身經歷有幾次 最近一次是上年 剛才說的是米利爺那一套 即是任娜華做那一套 有甚麼 我覺得就不知道看得到哪一套 又要留意那個銀幕 在做甚麼 又要留意一下旁邊站滿的人 在做甚麼 他們會不會吃牛雜的 他們純粹站在那裡 只是站在那裡 只是站在那裡 只是看著鏡頭 我們人看那些炮谷 以前開窩蟹 爺咬下車 現在整在熱狗 只是跟開看而已 只是站滿你 站滿了 兩旁走廊會看到人站滿人 你走的時候怎麼走 站滿了人 看見到有東西 不 入場的時候不是有 你看一下突然發現 好像旁邊做的東西 首先見到銀幕下面 多了很多黑影線 然後你就會到處看 發現原來兩旁走廊都站滿了一天 越來越多 不是叫做越來越多 總之是站滿了 他們是很乖的 站著不會走來走去 是看電影看電影的 那一句 如果戲院裏面 除了看電影的戲場的位置 還有哪些地方會有特別多朋友呢 其實我親身經歷就是廁所 廁所 因為我通常看電影 看電影那段時間 我是不會去廁所的 即是你死都不去的 我也是會去的 但我不是怕鬼 我是怕看漏了精彩片段 這個當然 其實我最主要就是 忍著都不去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很深刻的印象 在旺角道戲院 不是說哪間旺角道 旺角道的 男士要上一層 然後走樓梯 走到樓梯之後 我記得那次很急 然後去廁所 因為男士要尿兜 突然發覺 左邊和右邊 會站了兩個靈體 而那兩個靈體分別 是看著你的 不是 他是看著你還是看著你 下面 不是 看著我 看著你下面 對 那個人很有壓迫感 很想快點完成那件事 但是你也知道 不可以馬上剪掉 不可以剪掉 他不斷控制你 很辛苦 最深刻的印象 但有沒有在你旁邊吹氣 其實也有的 有時候看電影 他會發覺 後面 我以前以為 我經常以為 間中看電影 有些人很流行踢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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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經常這樣踢 因為試過有一次 我在兩個位置 那條樓撞過去 後面是沒有人的 但你這張椅子不斷被踢 之前不斷被踢 然後轉身後 怎麼沒有人 掉了位置而已 只會弄你 真的不知道 偶爾也會有些情況 會吹一下你 或者摸一下你 但其實說起戲院 不去廁所 我回想起我以前小時候 那間戲院很出名 是罵鬼的 那間什麼戲院 拆了的就是 麗公戲院 新瀑崗麗公戲院 當年大家留意到 麗公戲院 因為它很大的 除了超等 還有什麼特等 什麼等 很多不同的位置 這間戲院 最特別的地方 全部牆身有紅色 以前不是的 後來有紅色的原因 是有人在中途 看廁所的時候 經過發現牆身 會滲出血水 有血水滲出來 為何會看到血水 因為牆身是白色 血水是紅色 看到的時候 不是一個 兩個 不要說是一個 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看到 越傳越大 然後戲院把心一環 把戲院最初去廁所通道 游了紅色牆 然後全家戲院 游了紅色牆 游了出來 就算有血水滲出來 你也不覺得 以為是水 以前我讀中學時代 我經常在禮公戲院看電影 因為他播放一些二輪三輪電影 特別便宜 便宜一點 我全家人都在那裡看 所以特別便宜 然後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留意 牆身是否真的有血水滲出來 我告訴你 其實真的有水滲出來 也是疑似血水 但是我卻不敢肯定 我沒有來用手摸一摸 摸一摸 是嗎 你又不拿紙巾索一摸 然後拿去化鹽 當時阿威說的 我們沒有同學 夠膽去廁所 你知道 在《亂世家人》這三個多小時 是很難不去廁所 很難去 每個人都叫我陪你去 因為只有我一個夠膽去 我亦有去過 你剛才說我去禮公戲院看電影 因為我記者是有超級的 我不是坐樓上 通常我姊姊教她是坐樓下的 因為有時會看一看會有聲音 好像上面有幾個聲音 一聲 試過有一次很深刻印象 就是看一看又是聽一聲 你向上看 是真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是在玩還是什麼 有些小孩是那些靈體 小孩的靈體 在上面嬌下來 然後又走進去 在上面又有另一個人嬌下來 這麼沒伸手 龍虎舞獅 跳下去又走進去 我見過有這樣的情況 看成龍看一刀 模仿那些動作 因為當年曾經有個小孩 扮蒙面超人跳下街 我記得是綁著毛巾當斗房 扮超人 以為會飾飛 結果掉下街 所以香港停播了蒙面超人一段很長時間 鹹蛋超人應該是 鹹蛋模仿都是 鹹蛋模仿都是 是嗎 我又覺得是鹹蛋模仿 因為有超人 因為當時 總之超人入 總之超人不會到處跳 就不給播 就不給播 直到九十年代才再播 現在呢 現在有沒有哪間戲院你覺得是最多的朋友 你不用開名字 開地方就可以了 旺角 都是旺角那幾間 朗豪蜜 蛤 這麼新 現在是不是新的 現在是新的 之前那個 之前 是不是搬過來的 不是啊 新的裝修過境是什麼 不是啊 你的失憶症 原來是挺厲害的 我拍照 那裡以前 其實在波蘭街 那裡是很有名的煙花 是啊 那裡有戲院 應該不是 都可能有很多朋友 但不是戲院 那裡有戲院 但不是完全兩學方 既然對面是有戲院 那裡也有試過 經常會見到 旺角度那間 那間經常會見到 另外最常見到 火車站那間 火車站那間 旺角火車站那間 那裡也有 那間黃X那些 那間不要坐後排 你坐後排 就真的隔壁跟他一起看 因為他很有趣 他有排座椅在後面 是嗎 不過現在裝修好像不同了 之前應該是說黃X那間 他特別有一排座椅在後面 平常工作人員 如果沒什麼人 他們就會坐在那裡看 工作人員專用作 正常來說是 但通常不會見到工作人員 那些可能生前都是工作人員 OK 我們不排座 終於去工作 過了身後仍然在那裡 繼續去工作 大位 很偉大 通常我在旺角看電影 最常見幾間都有 是 OK 來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說靈異故事 渺渺驚深 殺到埋身 黑森林 黑森林 回來通靈熱線這個環節 剛才在咪後跟劉女威聊一件事 我覺得你一定要說 什麼? 在那間已經沒有再做戲院的油麻地戲院 你見到什麼? 我專門做三級片那間 那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很喜歡輸去那裡看 整班同學 因為我也有這樣輸去看 最深刻的一次 因為他們畫完飛 就任錯了 進去通常是煲煙 最深刻的一次 就看看 旁邊有一個人 在我旁邊爬過 在地下 即是你坐在哪裏? 是呀 在走廊間 那做什麼? 他心想爬過 然後再留意看清楚 只有上半身沒有下半身 蛤? 但沒有血 沒有 只有上半身在地下爬 爬爬爬爬 像個軍人一樣 類似那樣的姿勢 但沒有下半身 是不是黑過頭看不清楚呢? 可能有 這是學生來的 避開那些訓導主任 剛巧訓導主任又進來看 怎麼辦呢? 好像發過一樣 嚇空都非人 有一個黑色影 是很明顯的 在一個銀幕 自左或左指 發過去 玩前秋 他像玩前秋 剛巧我看到 有一個人在地下爬過 去你們的桌下 扭你們的咪咪 扭大聲 你說真還是假的 今天出現一個奇怪的情況 我的耳筒 不知為何 經常都是大小聲 我問Tanishon哥哥 Tanishon哥哥 有說他們沒有動過任何東西 我整天都是大小聲 和左右 我以為這樣是正常的 今天是怪的 我聽到一些很空曠的聲音 好像 突然去到一些很空曠的地方 做錄音 今晚整晚都有些古靈正貴 為了呼應你們的聯想 我看到有一個人在地下爬 然後就在咪咪按鈕 一定是Q太狼 一定要這樣去呼應 聽眾有沒有聽到聲音有什麼古怪 對呀 外面聽到聲音有什麼古怪 有沒有一些古怪的 有沒有多了一把女聲 今晚發家姐不在這裏 小孩肯定有一個在 小孩 是 喔 有沒有用咪咪說話 已經站在哪裏 阿哥哥在哪裏 即是不在我們房間 不在我們房間 在外面 叫他不要進來 我看見那個反應 我以為是沒有 好 我看一看真點 有個小孩站在那裏 你不要轉著臉 千萬不要轉著臉 你不要轉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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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關掉火 沒錯 都真的 因為我剛才突然覺得 是凍了很多 因為你見到我都已經穿著風扣 我知道這個直播室比較凍 今晚我以為是冷氣 覺得開勁了 我也覺得有點寒 OK 剩下一點時間 我都要想 讓Roy說完 這個故事其實很長 盡量切暖 盡量切暖 在三十多年前我讀小學的時候 小學六年級 六年級 這個故事是劫仙來的 三十多年前 因為我當時是住雞寮 即是現在的本堂 崔平道村 我讀天板小學 很記得有一次回到去 因為當時有我 另外有兩個兄弟 還有兩個女同學 我記得一天回到去 他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玩 大聲說 在那裡笑 我說什麼 聽他說在那裡玩什麼 有隻劫子 走來走去 因為那時候我不懂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好奇 我說什麼 沒有啊 聶仙 我說什麼 第一次沒有理會他 第二次回到去 又聽他在那裡說 好可愛 好過癮 昨天玩完之後 我又好奇 然後我說可不可以打我去玩 然後他說這樣 也好啊 放學了 我們一起去 很記憶 剛好那天放學 剛好給MISS佛留堂 沒有教功課 要做功課 才想做 才進行 才進行 沒有去到 第三天 你昨天不來 好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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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好奇地問 那兩兄弟 其中一個哥哥 就拿了個股幣出來 股錢 當時這麼久之前 即是銅錢 對 小時候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說什麼 他說不知道啊 劫先告訴我 在後山找的 好奇啊 這麼可愛 那就不要管了 我很記憶 吃飯時間 就去了 觀塘一個 類似賣郵票的地方 就拿了股錢出來 那個人 想都不想 就拿了一百元出來 嘩 惡了一言 接著 大家很開心 就去洗了 吃了去 當然是馬高達 馬上去玩 然後 玩完之後 我很記憶 不如我們再回去問問 還有沒有其他 收買在後山 有什麼寶物 結果 我們一行四人 兩兄弟 我和另外一個同學 去了那兩兄弟的家 在那間學校的樓上 去住那裡 回到那裡玩 我記得當時 是抱了一張佈置 在那裡 用石油碟 就坐下 最經典的混合 對 坐下 就問 然後問 我記得 哥哥說 哥哥說 哥哥哥 年輕人 哪裡有錢 那樣 就不動 問了很多 都不動 然後 哥哥開始有個問 然後 就說 為什麼都不可以 然後小弟說 不如這樣問 問其他事情 劫先 什麼時候有飯吃 那樣 我看著他很有趣 因為一人拿著手指 你是有按住的 我是第一次玩 當時 看到那隻劫 感覺上 真的會動 自己動 然後大哥說 會動 會動 這次會動 為什麼剛才問他 錢在那裡 都不回答 然後大哥 就說 不如這樣 再問一次 劫先 年輕人還有什麼 保密 那隻劫又不動 然後大哥開始有個氣 然後就慢地推 那隻劫 劫很緊 我看著他用盡力 推那隻劫 不動 然後哥哥開始火鍋 然後就說 你不要玩我 你今天才給我100元 你不是說沒有啊 年輕人那麼大 學校很年輕 接著 那隻劫開始動 開始動 然後 我很記得 因為看了報紙 當時就指了 一個交通意外 另外有一張照片 另外又指了一個警察 然後就突然間 聽到門口有聲音 一開門 原來他的兄弟的媽媽走回來 然後就說 你幹嘛在那裡 沒有 沒有 收檔 就在這個包的時候 一直劫了幾下 爛了 我那時候小時候不認識 因為趕著走 不要管 撿完之後就走 很記得 就是說去 林畢業前 去後山捉雨 那個哥哥 在那個坑渠 浸死了 那哥哥在坑渠浸死 即是那條好戒橋坑渠的捉雨 我明白 那個年代 我們沒有工作 就是捉雨 就是捉雨 但是他死了之後 跟他所指著的意外 跟警察那張照片 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我不敢肯定 但是 很記得 就是他媽媽 後來有 魚肉丟到西瓜 是可以的 哦 那哥哥 一個哥哥 一個哥哥找不到橋師 是的 然後走去附近 那個是城門水塘 還是不知道什麼水塘 總之很小時候 那時候 在水塘那裡 有個道士 做了一場法事 那西瓜那個水塘 那裡 我想不是日日 我記得晚上 警察打電話來 跟他媽媽說 找回過橋師 有這些都不要亂玩 是的 這些明顯是沒有請走 是的 但那時候 你是有陰陽眼尾的 那時候你有陰陽眼尾 有 但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 看不到 你看不到 沒有現形 我們小時候有玩碟仙 我們玩碟仙 當然沒有你發生這種事 但古怪事也會有 但他動作 我經常覺得 大家是一起推動 人的力推動 就不一定是靈體 其中有一次 我小時候 都是懷疑是靈體所推動 但因為大家 真的沒有用過力 很肯定 那隻碟自己懂得走 但他出來的幾個字 我們解不明白 但我自己有一點印象 是哪幾個字 我不記得 其中有一個字 是空字 空手的空 空手的空 但整句話是解不通的 但當我們看見 那空字的時間 我們都不再玩了 覺得很邪 其實最近 我做回靈異節目 在某傳媒的鍵盤 做一次碟仙招運 是招了他的歌 蛤 當時他的歌 是站在旁邊的 你認得他的? 還是穿著畫服 喔 這樣就真的好恐怖 這些晚上才好恐怖 好啦 今晚真是恐怖夠了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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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